有胸部下体未斋 叶姓人控健身房聚入会 我问说为什么会 会给其他人教很困扰 他就说很恶心这样 然后很想哭啊 就觉得起来好像是那种 不应该出身的人 就多余的人这样 身份正是男性 外表是年轻妹妹的张小姐 日前在台中一家健身俱乐部 加入会员却被拒绝 仍有男性下体的她 自认识女性 以服用女性荷尔蒙发育出乳房 她想运动减肥 上中四方窝菌加入会员 没想到对方发现 她身份正性别男 仍是男性 拒绝她入会 理由是因为 不管在女冰区或男冰区 浴巾掉下来 都会对其他人造成困扰 因为她主张就是说 因为我进女跟医室的话 如果毛巾掉下来的话 然后我进男跟医室的话 我上面又没办法 没办法脱脚 事后她觉得被歧视而痛哭 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人 她不提供服务 我是觉得OK的 可是如果是因为这种原因的话 我就觉得不太够心 如果说他们坚持的话 那我进男跟医室 我也是OK的 可是他们还是不愿意 健身房业者昨天表示 馆内设施包括虚裸身 使用的男女SPA池 炒香 若同时有两个明显性争 无法判别因使用哪一区 交保官指出 业者并无不法 但不可拒绝 避兴完成的男女入会 根据内政部的规定是 必须要有两张精神科的诊断书 然后还有诊心外科的手术证明 他才可以更改身份证 他的性器官这些都还存在 被拒绝是可以理解的 动新闻 感谢读者爆料 给你四颗苹果报导